一家大小趁着假期到海边度假 结果乐己生悲 三名姐妹在登家楼农运 只落丽巴海边细水时 瞬间被大浪吞噬 搜救人员趁夜搜寻不果 今早陆续寻获三名失踪者的遗体 一家之主遭逢巨变悲从中来 难过的说 只是在一眨眼之间 就失去了生命中的三名宝贝女儿 一句发生在昨天下午6点40分 三名女童当时在海边吸水 不料瞬间就被大浪吞噬 搜救队伍马上出动73名搜救人员 分别在岸上和水中搜寻三名失踪者 结果今早7点半 在案发地点外10公里处 发现第一名失踪者的遗体 她是8岁的努莱因苏菲亚 大约一个小时后 在事发地点一公里的浅滩 找到6岁失踪者 努莱因莎莎比拉的遗体 最后一名死者 10岁的努莱因法特马 是在今早11点05分 于出世海滩不远处寻火 警方透露事发时风高浪大 加剧了搜寻难度 三名死者的父母 原本赶在学校假期尾声 带孩子到海边度假 没想到却闹出人命 令人无声唏嘘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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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Smash Jr.